趙少康他也質疑你 因為你就是說現在侯康佩是往親中的方向來傾向 但是他也覺得你過去一向最討厭別人來抹紅 那你現在的做法 為了選舉也在抹紅他 這是這樣啦 因為我不是紅的 所以被他抹紅我很生氣 那些本來就紅的 抹紅他是剛好而已 所以你覺得他本來是紅的嗎 不是嗎 他不是極同的嗎 趙少康 不是嗎 侯友宜 他就是盡朱則赤 盡莫則黑啊 你怎麼看吳子佳說你現在的民調 說不分區可能只會掉刀 剩下四檔五席 那有什麼意思啊 這個吳子佳的你還在看喔 吳子佳講話你還拿來當新聞 他怎麼看辯論那個侯友宜堅持要拿手辦 記憶力不好一下我不知道 應該是為了阿冠妮老家的違建 那乾脆我們直接去他家違建前面再辦個直播好了 我們會安排一下好了 讓他哭得更大聲了 所以主席現在你們的內參民調有公布你們的賴科喉全部都在這個誤差範圍內 那現在是只看你們的內參嗎 就是因為這跟外面的趨勢好像不太一樣 你們現在是指信你們的這個內參民調嗎 哇 一樣嘛 第一點啦喔 不有機構效用 但是趨勢是準的 所以重點不是看一次 每一家機構你把他的趨勢做起來看一看 還是相當有參考價值 如果拉回統獨啦 藍綠有兩極對抗 不用頭都知道結果 因為在目前台灣你知道 反中還是主要的氣氛 所以是這樣啦 但是如果我們選戰主軸不要拉回 所以不要在這種統獨的主軸上 那結局比較難預測 如果說 如果說 比方說只有兩組候選的 那很清楚就在統籍的這種選戰主軸上面 哪一邊會贏你不知道嗎 這個憑你的嘗試你都知道